6月5日,燕渡媒体援引印度军方发言人的消息称,燕渡空军一架美洲虎攻击机在燕渡西部古拉特邦进行飞行试炼时坠毁,造成驾驶员方甲一强汉准驾与一头水牛死亡。 虽然,燕渡三哥摔飞机已经是抵抗武汉日常的操作了,甚至不少观众朋友都建议小兵将此类新闻放到娱乐版,可咱还是想说,别看现在的三哥摔变各国铭机,但人家当年在航空研发领域却是实力不足的。 今天,咱就来聊聊燕渡航空业的发展历程,很多人觉得,燕渡在战机研制领域,那完全就是开玩笑,一样的存在。 猛怪是把总是都耗死了的光辉战机,还是PPT做的笔毛子,都牛的MT5代机项目,从上到下都透露着燕渡式的不靠谱,而那个战机修一架山一架的印度斯坦,也是让引渡的寡妇数量不断飙升。 但就是这个被称为寡妇制造者的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在上世纪可视研制并生产了印度第一型喷气式战机,并且在装备时间上早于中国的恰悟与尖巴战机。 这款战机就是号称印度斯坦战机开山制作的HF-24暴风之神,好重要的名字。 HF-24的原始设计方案在1957年便被提出,最初是为满足印度空军提出,用一款战机同时射用高空截击与低空对地攻击任务的要求。 同时,这款战机还需要有两码核的速度,1.8万米的实用声线,以及不少于850公里的作战半径。 但这些要求,对于当时只有螺旋桨教练机,制造经验对印度来说基本就是天方野坛。 然而1963年,这个天方野坛太首飞了,并且一年后开始交付部队使用,必在同时机抢五,金七,尖巴的装备时间都要早很多。 而其在70年代印巴冲突中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甚至不止一次在遭受地面防空火力攻击后。 凭借剩下的一台发动机飞回基地,但各位有没有觉得哪里不对? 在50年代,印度连制造螺旋桨飞机都费劲,但60年代却已经能自行生产喷气式战机了,能在短时间内拥有如此高水平的喷气式战机设计。 这可不是抹身油能解决的,印度HF24的设计一定不简单。 的确,在50年代,以印度斯坦的设计水平,无法完成如此复杂的战机设计。 但别忘了三哥的主动机能,外援召唤术。 虽然HF24战机号称印度自行设计,但其基本的设计却是由,一个德国设计团队完成的。 而先头人正是德国著名的飞机设计师库尔特·坦克博士,二战时期,有着突富鸟之称,的德国FW190战机。 就是它的杰作,所以说,其实印度号称HF24是经典的印度制造的说法,本身就有很大水分。 可尽管如此,HF24战机在当时也的确不是唯一种高性能战机。 可问题来了,为什么当年部分设计与生产高水平战机的印度航空工业,如今却只能靠花里胡哨的PPT和杂钱外购过日子了呢? 其实原因就一句话,印度的国际海经太好了。 在70年代后,印度对外购的比重,就处在了逐步上升的阶段。 80年代,印度空军更是同时获得了苏联的米格-27与法国的幻影2000战机等性能更为先进的战机。 就算是1983年,印度开展了LCA光辉战机计划,其设计也是由法国打索公司权力支持的叫班幻影2000图纸。 因此,印度的航空工业可以说是一路顺风顺水,可就是这样的顺风顺水版都让三格飘了,既然能靠组装户外购战机或日子,就没必要品费力自言。 当然,也慢慢被调了印度航空的自主与整合能力。 1983年立项的光辉,又比坚实早上很多年。 然而看看如今,咱的坚实都改到费了,坚二十都服役了。 可三格的光辉,除了把总社号死了,却依旧没有大作为,而反关头时期的中国航空工业。 讲道理,在六十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航空工业陷入了孤立无缘的境地,苏联的封锁,西方的封锁,让中国航空不得不选择自力更生,走过了从仿制,半自主研制到独立自主研制战机的艰难道路。 在隔壁三格沉浸在买买买的喜悦中时,中国在从尖七到尖二十的发展中,积累了雄厚的研发生产经验,标准化流程,以及对空军装备需求的正确定位。 这可是用金钱换不回来的。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哦。